大家晚上好,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说几句吧 今天晚上是王建勋老师给我们讲他的新书 新书名字叫《用野心对抗野心》 讲的是联邦党人文集的讲稿 讲稿原来是王莹他们那个读书群里讲过 我听过两次,他也给我寄了一本书 我没看完呢,他自己改的题目叫 中国人为什么要阅读联邦党人文集 关于王建勋教授,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喝的也认识十多年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 他们政华大学有个副院长叫何彬 何彬有好几次在朋友集会上 拿王建勋来举例子,来开玩笑 当然王建勋本人不在 他说是我和王建勋是老同学 然后我在国内读了博士 读了博士就在这个政华大学就当上教授 还当上了副院长 然后王建勋就去美国去留学了 然后留学回来到现在没凭上副教授 这应该都五六年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这五六年七八年以后 这个好像王建勋还没有凭上这个教授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中国教育界 教育学术界的现状 比如说你要想当真去去学一点真知识 当真要有一个系统的学习 要一个比较深入的追求 那你肯定要舍掉很多东西 你要吃好大的亏 好大的亏 他最后不是说你有学问 你有学问的大爷就好 反倒是那个像和平那样的搬调子 偶尔说大嘴 说这句比较猛的话 反倒是这样的人 还可以当名律师 可以发财 而且好多人都是他的勇敦 像王建勋这样的老实人 这样的老实人 好好做学问的 反倒是什么事情都吃亏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看见这个王建勋教授是不是到位了 到位就请他直接开始讲了 好的好的 我看时间差不多到了 谢谢 谢谢药杰兄邀请我 非常荣幸有机会呢 在这个群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我的新书 用野心对抗野心 刚才也提到了 那讲这个书呢 其实还得讲它的源头 联邦党人文集 所以把题目就定做 中国人为什么要阅读联邦党人文集 我这个书呢 其实是对联邦党人文集的一个解读 一个诚实 一个分歧 那么当然离不开这个原书 之所以解读这一本书呢 这样一本书是因为它非常重要 它是一部经典 它是一部经典 这本书呢 有它很多的这个特殊的地方 所以它值得解读 那么这本书特殊的什么地方 或者说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那么首先呢 我需要先了解一下这本书 可能有的群里的朋友也许有看过 是吧 有了解 但是整体上来说呢 这个书在中国的一个阅读量 我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这个书的中一本已经出版了 也有这个算四十年了 但是呢 它的这个 它的影响 人们对它的重视 对它的阅读 我觉得似乎是远远不够 那么这本书 它首先是一本正论文集 正论集 就为什么会有这本书呢 它的原起跟这1787年 美国制限有关 大家知道在1787年的时候 美国的一帮国父们 准确的说有55个人 他们到了费城去制定一部新的宪法 其实他们最初去那里的目的不是制定一部新的宪法 而是修改他们旧的宪法 就是修改他们的邦联条例 也叫邦联条款 结果他们去了之后发现 修不了 不是一个修的问题 而是必须的另起炉灶 重新制定一部新的宪法 于是就有了1787年这么一个制限的这个活动 那55个被杰斐迅称之为半神半人一样的人 在费城把自己把自己关在那个小屋里 今天那个小屋被称之为叫独立大厅 关了四个月的时间 整整一个夏天热得要死 那个时候没有空调 没有电扇 就在那里头关着 关着干嘛呢 就是起草这部美利坚和中国宪法 就是这部实行到今天 美国人还在遵守 还在实行的宪法 那这个宪法被起草出来之后 遇到了很大的反对的声誉 有些人说 这个宪法呢 这个给联邦政府权力太大了 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宪法 或者这里面很多的规定 在他们看来不合理 为什么总统要选举人团选举 为什么要让联邦拥有这样那样的权力 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那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参加支箱会议的人之一 纽约州的代表 亚历山大 哈密尔顿 这个人曾经给乔治华盛顿的 参加这个助手 秘书 Limbaud 在独立战争的时候 他年纪轻轻 年纪轻轻 但是一腔热情 为了美国的独立 后来又为了制定一部新的宪法 可以说是 这个东奔西走 东奔西走 他怕这部宪法呢 被搁浅 于是他就 叫了另外两个人物 其中一个是 James 麦迪逊 这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代表 后来被尊成为美国宪法之父 还有另外一个 没有参加支箱会议 是一位出色的律师和外交家 也是纽约人叫约翰杰一 他邀请了这另外这两位 和他一块 在报纸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 发表这些文章的目的 在说服纽约州呢 也包括其他州的这些 这些这些民众 能够支持新宪法 也就是说 让新宪法能够顺利的通过 这很目的 那么这一写不要紧 你就写了85篇 其中还没有跟本人写的最多 一半以上都是他写的 那么这些 这个文章 这些政论文章 后来接机出版 就变成了今天 我们所熟知的联邦担任文章 那也就是首先 它是具有很强的这种政论所存 为新宪法进行辩护 为新宪法进行辩护 所以它的首先 它是一部正转文章 那么其次呢 它也是一部 趁势解释美国宪法的权威主 因为里边所有的内容都跟 1787年宪法有关系 都是为了解释说 为什么 总统应该这样选举 为什么司法机关应该独立 为什么国会应该有两院制 等等等等 它其实是对整个1787年宪法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阵势 一个分歧 为了让那些反对者的声音 能够被 为了让反对者被说 为了说服那些反对新宪法的人 而对于这个宪法里边的那些 重要核心的那些条款 或者争论 争论比较大的这些条文 进行了细致 深入的这种解释 所以它是解释 美国宪法的权威性的著作 这难怪 比如说美国 无论是法院还是这个这个国会啊 总统啊 都会不断的援引联邦大人问题 尤其是法院里面援引过两百多次 因为它是一个权威性的著作 从这部著作当中能够了解的当时这些制限的人 当时这些立宪的这些美国国父们 他们怎么想的 他们对某个桥文有什么样的理解 和今天有什么有什么不同等等 虽然它不是一个官方的文件 但是它除了宪法以外 那么就是它权威 就是它权威 这是一个权威性的著作 那么再其次 这部著作 它是探究建立一个自由政体 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这么一部经典 它是一部政治学的经典 政治理论的经典 而且它跟一般的政治理论 政治哲学著作不一样 比如说 罗尔斯也有这个政治哲学的著作 正义论是吧 或者洛克的政府论啊 等等 也有很多政治哲学 政治理论的著作 但是这部著作呢 它不仅理论水平非常高 而且它是可以实践的 它不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实验 也就是说 它是把 它是基理论和实践 一生的这样的政治学的经典 它有一流的政治理论 同时呢 又都具有可行性 可操作性 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这也跟美国的 美国分母 或者参与祈祷宪法的这些人 本身 他们的这个 自身的这种素养 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些人本身 首先都是一流的政治理论 麦迪欣的 哈密尔顿的 亚当斯 亚当斯 虽然没有参与这个制线 但是他的著作 也对这些人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是吧 杰斐信也没参与 但是这些政治理论水平 都非常非常高 可以说这些人都波兰秦书 自古希腊罗马 时代以来的这些政治 哲学 历史 什么著作 他们几乎都读过 像麦迪逊 麦迪逊在 在这个二十一 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他掌握了七种语言 我曾经去参观过 他的这个故居 他的图书馆 图书馆里放着各种 不同文字的这种经典著作 这种经典著作 他甚至在这个 这个之前会议前面的一年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 研读这些著作 特别是去研究那些历史上的共和国 为什么都失败了 怎么样才能成功的建立 那待会会讲共和国的问题 所以他们是 是是是有有贝尔来的 而且这帮人跟当时 比如法国 带领法国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发动那个 法国大革命 以及革命之后 制限的那群 法国的那些领袖们 完全不一样 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纸上残兵 啊 谈论那些抽象呢 这个这个 不切实际的那些 那些概念 那些理论 而且那些人都缺乏政治经验 没有过政治实践 当然这也跟他旧体制的晚期 他们这些人几乎不可能参与政治 政治已经被少数的这些 这些这些官僚所垄断 普通的老百姓啊 这些知识界的人士啊 根本没有机会参与政治 他们不了解 公共事务如何运作 所以大革命之后那些 这个这个 法国大革命之后 制定的宪法 根本不可能失业 那么这个 美国的国府们 这群人呢 就是非常独特 所以在这个著作当中 在联邦那种文件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来 一方面 能够看到他们这种 高超的政治理论水平 出色的政治理论水平 另外一方面 他们处处想着 这东西怎么落实 怎么能够实践 实践 如果你理论看着很漂亮 是吧 那你如果 如果不能够落实 不能够实践 不能转化为 这个 这个政治操作 这样的记忆的话 那这种 这种理论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甚至还有可能害人 有可能会建立一个乌托邦 所以他们是非常具有现实性 那么这部著作出版 不久呢 就 可以说受到了高度的评价 无论是 这个 开过总统乔治华盛顿 还是后来 第三任总统杰斐逊 都认为这个书呢 是 是一个必读书 如果想着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的话 必须要读读这本书 这些要读读这本书 因为通篇他都在讲 我们如何建立一个 这个这个自由社会 如何捍卫自由 如何 如何捍卫来之不易的自由 通过这个 八年的独立战争 获得这种自由之后 他们发现要保有这种自由 不是一样很容易的事情 于是他们 嚼尽脑汁 是吧 接近权力 在 在构想了一种新的政体 一种特殊的这种政体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 保障自由 就是让这种来之不易的自由 不能够再丧失 不能够再丧失 所以它是一个研究自由社会 自由正体的境界 任何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我觉得都应该认真读了这本书 虽然有很多其他的政治理论著作 但是这本书具有 可以说独一无二的这种地位 独一无二的这种地位 因为很多的政治理论著作 它很难落实 提出了很好的理想 很好的理想 但是在人类社会中 可能难以实现 难以实现 或者从来没有实现过 但联邦代人问题不一样 它所构建的这个自由正体 就在北美实现了 那里变成一个自由 强大繁荣的国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假如我们中国人 这个渴望自由 或者想要自由 热爱自由的话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你热爱自由 渴望自由是一回事 你懂不懂得 了不了解 如何保护自由 如何捍卫自由 如何争取自由 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更加重要 可能更加重要 因为很多热爱自由的人 或者世界上绝大都是地方的 这个民众 不知道怎么样去捍卫自由 不知道怎么样去保护 保障自由 保有自由 即使他们会得到 他们很快也会丧失 也会丧失 因为自由不是一老容易的 并不是你得到自由之后 你永远能享有 保有自由 维系自由 可以说 必争取自由还要困难 还要困难 是吧 多少曾经 得到了自由的社会 后来又丧失掉 后来又丧失掉了 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掌握这种 保有自由的记忆 保有自由的记忆 那么美国人 独特就独特在这个地方 独特就独特在这个地方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找到了保有自由的办法 或者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是找到了防止权利 滥用 找到了约束权利的这种办法 那么为了能够有效的约束权利 他们首先 这个 在联邦党文集当中 这些首先提出来了一种 非常复杂的这种人性的 那么一方面他们认识到 人是有罪的 人不是天使 用麦迪逊的话说 就是如果人是天使 我们将不需要政府 如果天使在统治我们 我们也不需要 对这个政府进行 内外的约束或者是限制 所以一方面人是有罪的 人性是恶的 人性是恶的 所以他们 交尽脑汁 想方设法 要约束权利 因为权利在任何人手当中 都容易被滥用 既然人性恶 人都会滥用权利 孟德斯就说 享用权利的人容易滥用权利 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是的 是的 因为人性都有恶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不要期待有什么 这个明君没有 永远没有 永远没有 在开明的人 在贤良的人 人性里都有恶的 所以只要你给了他权利 你如果不对他限制 什么样的人 再有德性的人 他也会滥用权利 也会为所欲为 也会贪污腐败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所以没有人比美国的国父们 对这一点更清醒 既然认识到这一点 他们就想方设法 要对权利进行设法 要对人性的恶设法 可以说这是他们的一个 基本的出发点 不像在中国历史上 这个 这个 这个传统当中 我们经常把人性 加定 加定称人性是善 是吧 人之处性本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当然没有必要 对权利进行高度的警惕 进行防备 既然人性善 你何必要防备他呢 对不对 他会做好 人情向于做好事 而不是做坏事 但美国的国父们 秉承的这种西方 犹太基督教的传统 人是有罪的 人都会干坏事 而且人的这种人性 在他们看来是不变的 是不可改造的 不像在二十世纪当中 一些激进主义者 认为人性可以改造 人性可以变得更好 可以改造人 我现在是个坏人 他可以改造成好人 在美国的国父们 看来人性是不可改造的 人性也不会不断的完善 不断的完美 人性在以前是什么样 现在是什么样 未来还是什么样 都不变 人性是一种 在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是一种永恒 他们绝不相信 人性可以不断的完善 不断的完美 这样的一种观念 这个大概十八世纪之后出现 特别是伴随着这个 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 以及法国大革命 相信这个 这种理性至上主 相信人性是可以 可以变好 可以改善 人通过理性 可以无所不能 美国国父们 对这样的一种 一种一种 一种这个说法 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当然从这种 人性恶的这个 观念出发 那这些美国国父们 也并不认为 就人性里没有 没有善的一面 就是人 人永远都是恶的 而且这个 这个在任何情况下 都无恶不作 或者说 没有 没有善良的一面 没有良善的一面 他们也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人性是复杂的 既有恶的一面 也有善的一面 如果把恶的一面 得到很好的约束的话 那么善的那一面 就能够得到 很好的张扬 如果人性完全是恶的话 就像霍布斯 所假定一样的 一切人对另外一切人的战争 这个时候呢 就不可能允许人们自治 当然从这种人性恶的 这个观念出发 那这些美国国父们 也并不认为 就人性里没有 没有善的一面 就是人 人永远都是恶的 而且这个 这个在任何情况下 都无恶不作 或者说 没有 没有善良的一面 没有良善的一面 他们也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人性是复杂的 既有恶的一面 也有善的一面 如果把恶的一面 得到很好的约束的话 那么善的那一面 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张扬 如果人性完全是恶的话 就像霍布斯所假定一样的 一切人对另外一切人的战争 这个时候呢 就不可能允许人们自治 所以正是 人性的这种良善的一面 才 允许民众有自治的空间 而不是一切都有政府来决定 有一切有政府出了策 像霍布斯所假定的人都是恶的 所以要让人性当中 全是恶的这个部分 全是恶的一面 人性只有恶的一面 那么也就是说 要让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者 来进行统治 来进行决定 来进行决定 没有人们自治的空间 因为如果你让人们自己统治自己的话 那将是他们之间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这种战争 生活糟糕透顶 非常残酷 非常残酷 所以美国国父们的这种 非常复杂的人性观 可以说为一方面为他们 这个有效的约束权利 提供了一个一个基本的前提 或者是基础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又让人们有自治的空间 又允许人们自己管理自己 自己治理自己 自己治理自己的事物 提供了可能 提供了可能 如果只是 假定人性恶的话 那就必然要 要设立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 主权者来进行统治 对人们 你们自己没办法自己管理自己 所以要有 霍布斯意义上的一个主权者来进行统治 那就没有自由可言 那毕竟是一个专制政体 所以从这种人性论出发 那美国国父们当时认识到 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 自由的共和国 主要他们是要建立一个共和国 在联邦党人问题当中 麦迪欣反复强调 他们是 首先他们要的是 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 相对于什么而言呢 在那个时候是相对于一个 民主国家而言 是民主正确 今天当我们说民主的时候 比如我们是西方的民主国家 我们是把民主当作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宝一词来说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 在18世纪的时候 民主是个贬义词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民主啊 仅仅意味着直接民主 也就是雅典式的民主 所有大小事物都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民众亲自参与 讨论决定 那美国国分 他们不想要这样的整体 他们不想要这样的民主 整体 因为这样的结果 他们看到古希腊的这结果 就是多数的保证 苏格拉比被处死 仅仅因为发表言论 他就可以被处死 他的自由 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得不到保护 得不到保护 所以他们要建立的是 一个共和国 也就是说一个 能够防止多数暴政的 这样的一个政体 既能够保障 每个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又能够确保民众 是这个公共事务的主宰 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共和国 因为麦迪欣的话 说这个共和国 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一切权利来自于人民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是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 那么这些权利不是来自于 这个某个小团体 某个政党 某个家族 他权利是来自于民众 一切权利都来自于人民 来自于民众 来自于民众 那么这共和国的 第二个条件就是 拥有权利的人 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有这些人来进行治理 也就是说 他采用的是一种 代意制的方式 并且这些被选举的人 是有任期的 代意制的行为 今天我们把这种政体 称之为叫代意制民主 雅典式的民主 叫直接民主 叫直接民主 所以在美国国父们看来 这种代意制的政体 跟这个 跟那个 直接民主的政体 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那就是这种 代意制的民主 它可以有效的防止 多数的保障 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而直接民主 是无法防止这种多数的保障 防止多数的保障 那另外一个方面的 就是这种 代意制的民主政体 它可以有效的 过滤掉民众的激情 让这个政治变得理性 政治变得理性 在直接民主下 几乎政治 完全是由民众的激情 所左右或者所操控 所操控 这个政治是非常的 不理性 因为没有这种 不像这个 在待遇之下 我们通过选一些代表 这些代表来进行 通过这个讨论 协商 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在直接民主下 大家就是赞成不赞成 就是举手表 这民众的激情 很难被过滤 很难被过滤 如果大多数人都说 苏格拉帝应该被处死 那已经被处死了 我们根本不管他的这个 个人自由啊 也不关心 程序正义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个 美国的国父们 他们想要的是这样一种 能够防止多数暴政 能够有效 过滤民众激情的 这种 待遇之民主政策 这种共和政策 这种共和国 所以他们反复强调说 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当然他们要建立的 这个共和国 还不是一般的共和国 他们要建立的 这个共和国 还是一个联邦共和国 或者说 它是一个符合共和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共和国里面套着共和国 这大的联邦是一个共和国 那每一个 组成的成员 每一个邦国 每一个州 是吧 我们把它翻成州 其实是个操误 每个state 也是一个共和国 所以共和国里面套着共和国 那就是一个符合共和国 在联邦大人文字当中 它又被称之为一个扩展的共和国 如果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 这个 这个 古代的那小共和国的话 建立在很小的土地上 是吧 不实行 这个 这个联邦制 或者说 那是一个 单一的这个共和国 不是一个联邦共和国 不是一个符合共和国 那么为什么要建议符合共和国呢 这就涉及到 这个联邦大人文字的核心 或者美国宪法 美国宪政的核心 就在美国国宪们看来 怎么样才能够最有效的约束权利呢 分权制衡 他们发现迄今未止 人类发现 人类所能够找到的最有效的约束权利的方式 就是分权制衡 用权利制约权利 用野心对抗野心 麦迪逊的化解 那么怎么样来实现这种分权制 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有效的约束 政府的权利 在18世纪 在美国国宪们生活的时代 他们知道有一种办法 可以约束权利 那就是三权分力 三权分力经过洛科 孟德斯丘啊 这些人提出来之后 美国国宪们对这一点是 非常的了解 或者是熟悉 他们知道这个权利 根据不同的这个性质 可以划分为三种 三个部分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立法权就是制定 确立规则 执法权就是执行规则 那么司法权就是解释 或者是适用规则 适用规则 因为孟德斯丘已经发现这三种权利 必须的分离开来 如果把这三种权利 任何两种或者三种 集中在一个机构 或者一个人手里的话 那么权利就没法得到支援 那也就是说 他们事实上不承认这种权利的集中 或者不承认所谓的最高权利 没有最高权利 因为你有最高权利 也就拥有着没法分权制衡 分权制衡的这个基本前提 就是不承认存在所谓的最高权利 不承认存在所谓的最高权利 那必须有三 这三种不同的权利 如果三种不同 这三种不同的权利 必须是平起平坐的关系 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相互制约 相互贫困 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 国会先有立法权 总统先有这个执法权 但是总统也可以制约国会 怎么制约呢 就是他可以行使否决权 国会通过立法 总统认为这法律很糟糕 或者违反宪法 他可以否决 不签字 不签字否决 当然反过来国会也可以限制总统 也可以约束总统 他的杀手剑就是他可以弹劾总统 他认为总统行为不断的话 就可以对他进行弹劾 弹劾由众议院来发起弹劾 参议院来审理这个弹劾 去年特朗普就被弹劾了一回 这个虽然没有把它 弹劾没有成功 但是对总统来说 那也是 这个很大的一个震慑 一个威慑 那么同样的立法权和司法权之间也可以相互制约 立法权对司法权的制约 主要是这种事 一方面是事先的 就是法官的任命 法官的任命也有总统提名 也有参议院批准 才能当上法官 才能当上法官 但另外一方面 这个国会还可以对法官进行弹劾 当法官弹赞亡法 这个贪污腐败的话 他也还可以 还可以谈合法官 法官当然也可以被审判 如果违反法律 那么反过来 法院或者司法机关 也可以对立法机关进行制约 所以最重要的制约手段 就是司法审查或者违审审查 也就是说当这个法院 当这个国会通过的一个法律 如果被认为违宪了的话 法院就可以宣布他无限 反正说你这个法律违反宪法 不能生效 这就是司法审查 或者是违宪审查 那么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只有这种司法审查 或者违宪审查 才能将宪法落到实处 因为如果这个国会或者总统 违反了宪法怎么办 国会通过的法律 假国会通过的法律 说从明天开始 你们言论自由 接受自由 宗教自由都没有了 那你怎么制约他 你怎么制裁他 那司法机关只能通过这种 司法审查的方式来制约他 而阻止这样的法律 而阻止这样的法律 宣布他无限 你不能假定国会 或者说立法机关 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 因为国会里边的人 议员们也是人 他们也有野心 也会滥用权力 他们完全可能通过糟糕的法律 剥夺这个公民 基本权力和自由的法律 这实有法律 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 都是如此 更别说在非民主国家 更别是非民主国家 所以 这个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 必须 能够被司法机关进行审查 才能够确保 他不违反宪法 或者违反宪法之后 被宣布 这样的法律没办法实行 没办法实行 但除了 这个 法院除了可以宣布 国会或者立法机关 通过的法律违宪法之外 他也可以宣布总统的命令 总统发布一个命令 也被认为违宪了 那法院也可以宣布他 也可以宣布他 也就是说 法院通过 主要是通过这种司法审查 或者违审查的方式 来 制约 国会 和总统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三种权力 每一种权力 都 制约另外一种权力 也被另外一种权力 所制约 这就是所谓的这种 三权分离 或者是横向的 分权制衡 但是在美国国父们看来 只有这种横向的 分权 制衡 还不够 虽然它很重要 非常重要 对制约 权力 对保障 保障 保障自由 来说 但是在美国的国父们看来 他们还 为了更好的保障 自由 或者用麦迪逊 的话 讲 为了对自由提供一种 双重保障 他们还需要 纵向的 分权制衡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种权力 还可以在不同层级的 政府之间 来进行划分 按照美国这种结构的话 就是在联邦政府和 各邦政府之间 进行分权制衡 所以说就实行联邦制 实行联邦制 不是把所有的权力 都给一个政府 中央政府 而是要在他们之间 分权 也就是说 在他们看来 如果是要建立一个 单一制的共和国 中央集权的共和国 那么这个对自由的保障 仍然是源源不够的 虽然已经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自由 但是他们想要 更好的保障自由 因为这是一群 太热爱自由的人了 他们在独立的时候 在独立之前 他们其实已经 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 最自由的地方 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足 仅仅因为英国议会里 没有他们选举的代表 他们就要造反 他们就要从大英帝国 这个这个分离出去 他们就喊出 不自由 无宁死 这样的口号 你就可以想象 这是一群 多么热爱自由的人 他们发自内心的 这个这个 喜欢自由 宁可宁 不自由的话 宁可不活着 可以说这种自由的精神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 已经深入骨骚 是吧 他们从1620年 维华公元开始 干嘛去了 就是去那里 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 争取自由 争取自治 那么一直到了这个 这个 独立战争 到建国的时候 他们念念不忘的 就是自由 怎么保障这种自由 怎么捍卫这种自由 怎么捍卫这种自由 所以他们 在美国的国父们 在制限的时候 就要 想要对自由提供 双重保障 更有效的保障 万一一方面不奏效了 的话 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横向的分权证 三权分力不奏效 的话 还有联邦制 让不同的政府之间 也进行先户制约 也就是说 他们设立了 两种不同的政府 两个不同的政府 一个是联邦政府 一个是州政府 或者是各邦的政府 这是两个不同的政府 每一个政府 都是独立产生的 都不受制于另一个 他们之间是一个 平等的关系 是一个平起平坐的关系 不是一个等级关系 不是一个隶属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州政府 并不隶属于联邦政府 联邦 比如说联邦政府 没有权力命令 州政府 必须干什么 没有权力命令 这个联邦政府 必须干什么 特朗普 他没有权力命令 美国 命令某个州的州长 说明天 你必须执行任务 没有权力这样做 因为他们是分别产生 总统 美国总统 是根据联邦宪法产生的 而各州的州长 是根据各州的宪法产生的 所以美国人经常戏称 他们的联邦政府 就是第五十一个州政府 它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是一个平起平坐的关系 那只有这样 建立在这样的平等的关系值上 才有可能抗衡 如果你一个隶属于另一个 在中央极限国家 你怎么抗衡 你要抗衡的话 中央政府就把你撤掉 甚至把你行政计划给你撤掉 给你撤掉 所以美国这种 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的 场是在人类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 不仅实行了 这个三千分立 而且同时实行了联邦制 通过这种双重的 风险制衡 构造起来的 这个共和国 在美国国父们看来是 最有可能 保障自由的共和国 那么他们为什么 要建立这个联邦制 而不建立一个单一指 或者中央机枪 和大一统的这个共和国呢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两者之间 对于这个 自由的保障来说 完全不同 就完全不同 那么这种联邦制和单一制 或者联邦制和中央机选之间 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别 第一个差别就是 是主权分享关系 还是一个主权集中的关系 这也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联邦制国家 它的主权是在联邦政府 和各州政府之间分享 而在单一制国家 所有的主权都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 地方政府是没有主权 没有独立的权利 它都是 它的所有权利都是中央政府受益 比如说在美国 这个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 他们区别在什么地方 他们各州的管辖权不一样 体验在什么地方呢 联邦政府它管辖的是那些 事关全局的事物 战争 外交 涉及到所有的州 跟所有州都有关 而各州政府 它的管辖权就是跟当地民众 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最密切相关的时候 婚姻 继承 财产 税 治安 交通 教育 等等 这些通通都归 各州政府来管 各州政府来管 比如他的教育 你看美国 联邦政府虽然也有个教育部 但他的职能并不是管全国的学校和老师 他没有权利管 美国的教育部基本上是提供经费 赞助资助给哪里 复合什么样条件的这个地方 或者人或者学校 他的教育 比如说学习什么样的课本 是吧 怎么样凭教师的这个支持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些事务通通都是有各州来管的 甚至各个学校来管的 中小学来说 对中小学来说 他们有 有这学区 是吧 有州的这个 这个这个教育部门来负责 假如是大学的话呢 就是这个学校里自己来高度自治 高度自治 所以他没有 他没有全国统一的这种教育方式 甚至统一的这种教科书教材都没有 因为那是地方事务 那是各州的事务 再比如说他的治安也是 美国没有全国的这种公安部 管全国的这个治安没有 是由每一个州 每一个县 每一个市来管这种日常的治安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他是高度的这个高度的自治 高度自治 这是联邦制和单一制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就是 在联邦制下 他实行的是宪法和法律多元主义 而在单一制和中央集选国家 实行的是法律一元主义 法制都是一样的 在所有地方 法律都是一样的 你比如在联邦制下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 除了联邦有宪法以外 每个州都有 都有自己的宪法 每个州也都自己 都有自己的普通的法律 联邦也有自己的法律 所以他的法律是多元的 每个地方都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形 根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语言等等 来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法律 所以和法律千差万别 每个州都不一样 一个州 一个犯罪 一个盗窃 或者抢劫 这个州是这样判 另外一个州是那样判 长期生活在中央集选国家 还大一统国家 可能很不习惯 这样不公平 在美国人看来 在联邦制国家的人看来 这恰恰是公平的 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观点都不一样 你怎么能够一样处罚呢 因为有这样的差别 比如强奸罪 在那些宗教传统比较浓厚的地方 那些州的处罚就要重一些 否则处罚就会轻一点 这是因为跟这种宗教观念有关系 但是在大一统国家 在中央集选国家 所有的地方法律都是一样的 不管不管各个地方差别有多大 那这本身这是正义吗 还是正义的反面 因为你让这些不同 这个地方的人 是吧 有着不同的这个 这个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 等等 这些地方遵守同样的法律 是吧 那这本身就是违反 就是背离正义的 是吧 脱口说 这本身就是专制 这本身就是专制 你怎么能要求他们遵守同样的 这些法律 他们本身因为每个地方情况都不一样 千差万别 你应该有法律多元 你应该有法律多 应该有多样性 而不是一元 只有少数的法律需要全国一样 因为 因为这些法律可能在每个地方 跟这个 当地条件没有关联 少数这样的法律就可以了 大部分的法律可能都有地方性 都有地方性 这第二个区别 第三个区别 在联邦之下 公民的身份 经常是双重或者多重 而在单一制国家 每个公民只有单一的 这种公民 是一重的公民身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在美国 每个公民 首先是联邦国州的公民 首先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公民 其次你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 所以多重公民身份 是吧 在瑞士这样的联邦之国家 甚至每个人 有三重公民身份 首先你是某个市政的公民 其次你是某个州的公民 再其次 你是瑞士联邦的公民 但是在单一制国家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每个人只有一重公民 他只承认单一的忠诚 联邦之国家承认这种双重和多重的忠诚 每个人你既对州政府 你也对联邦政府同时忠诚 他并不矛盾的 那单一制国家 他是反对这种双重或者多重的忠诚 反对这种双重和多重的忠诚 还有一个差别 在联邦之和单一制之间 就是有没有真正的高度的地方自治 在单一制国家能够保障真正的高度的地方自治 而在单一制国家 即使会有一些地方自治 但是跟联邦之国家的地方自治 完全没法相提见 没法相提见 一方面在很多单一制国家 如果要搞地方自治的话 通常都是中央政府 受抢给地方政府 说你可以干这个干这个 那这种授权 第一它可以随时收回来 可以随时收回来 因为它是权利的这个来源 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利都来自于它 它不想给你的时候 它就可以不给你 它就不给你 第二个呢 它要给你收回来 地方政府通常没有有效的救济收购 没有有效的救济收购 因为它可以拿走你的权利 本来你的权利就是它给的 这是它给的 另外一个这种 就是在单一制国家搞的这个地方自治啊 你怎么可能搞上联邦制 你允许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宪法 都有自己的法律 都有自己的最高法 地方的最高法院 像美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最高法院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司法系统 它有两套司法系统 联邦有自己的司法系统 所以这种自治 虽然有些人声称 这个联邦制和单一制有融合的趋势 是吧 搞哪个无所谓 单一制现在也在 这个事情 什么地方分权 地方自治 联邦制 联邦在加强权力 所以他们在融合 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看法是完全 他们不可能融合的 融合在一块 如果一个单一制国家要搞的 地方自治的程度跟联邦制国家 它也不再是单一制 比如说它允许每一个地方 都有自己的宪法 自己的法律 权力来源 不再是来源 不再来自于中央政府 那么管辖权 也奉行这种主权分享的原则 公民身份也是双重 也多重呢 那它本身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在这种单一制国家 或者是中央集选国家 那里基本上都是 不是高子的地方自治 相反都是大一同 都是整齐划一 一切都是这个中央说了算 那里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 所有地方都是服从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 而在一个联邦制国家 没有任何一个机构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没有最高权力 在美国谁拥有最高权力 没有人拥有最高权力 总统拥有最高权力 当然不是 他连命令州长的权力都没有 怎么可能最高 他也没有权力指挥国会 也没有权力指挥法院 怎么可能有最高权力 没有人有最高权力 整个联邦政府 就联邦政府 整体而言 他也没有最高权力 联邦政府 没有权力做很多事情 刚才我觉得教育 他没有权力 比如说命令每个地方 都必须实行同样的教科书 对教师的这个工资 支撑评定啊 执行统一的办法 没有这个权力 管理所有地方的交通治安 没有这样的权力 这样做的话 各地方都会造反 都会起诉联邦政府 奥巴马搞一改 还有35个州的州长 起诉 对不对 就是说你这个违法了联邦 联邦政府没有这种权力 怎么能行使 因为联邦宪法上 写得很清楚 列举了 这个联邦政府的权力 都是采用了列举式的 国会比如可以干什么 总统可以干什么 剩下的都不能干 国会有18项权力 总统有六项权力 法院只有一项权力 实际案子 剩下所有的权力 宪法第十四 第十七 我正说得很清楚 本宪法没有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 都归各州和人民所向运 它取得是一种保留性的条款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权力都保留给各州和人民 所以联邦政府是一个权力非常有限的政府 非常有限的政府 它绝不是一个为所欲为的政府 绝不是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政府 这跟一个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 你所有的事物它都可以管 没有那个是不在它的管想范围内 它可以管教育 它可以管治安 管交通 管婚姻 管继承 所有的事都可以管 美国国父们搞联邦制 建了一个联邦共和国 建了一个符合共和国 其实目的正在于让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之间可以相互抗衡 当联邦政府变得专制的时候 滥用权力超越宪法的时候 那么各邦政府可以抵制它 可以制约 可以制约 可以对抗它 可以跟它抗衡 可以跟它抗衡 那反过来当州政府 当某一个州 几个州的州 也变得专制的时候 滥用权力 违反宪法的时候 那么联邦政府和其他的州政府可以对抗 可以对抗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相互抗衡的方式 民众的自由才得到保障 民众自由才得到保障 而这是他们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地方自治 就为什么地方自治那么重要呢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自由社会来讲 当托克威尔在1831年去美国的 他首先就发现了美国民主的根基 在于他的地方自治 在于他的乡镇 自治 新英格兰地区 每一个乡镇都可以管理自己的这个地方事务 都可以管理自己的公共事 都可以管理自己的公共事 可以选举自己地方的官员 大大小小的事务民众都可以参与等等 正是通过这种乡镇集会 乡镇会议 而美国的民主可以落到实处 可以落到实处 所以托克威尔的话讲 正是这种地方自治的精神和实践 他造就了美国民主 造就了美国 还让美国的民主能够和自由 很好的融合在一块 不像法国大革命之后 只有民主 只有 只有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平等 没有自由 而在美国呢 既有平等 既有民主 又有自由 就自由和民主 很好的结合在了一块 很好的结合在了一块 那么这种地方自治呢 他之所以要建立这个联邦共和国 之所以要实行地方自治 是因为他有不可替代的一些好处 这单一制国家所没有的 在托克威尔看来呢 那么地方自治 他首先是自由的摇篮 因为人们要想学会 如何使用享用自由 如何把握自由的边界 要在地方上进行 尝试进行实践 进行训练 它就像一个自由的学校一样 就像自由的摇篮一样 那托克威尔说呢 乡镇机会 就像这个小学之一学问一样 它就像一个自由的课堂 一个自由的小学 自由的一个初级学堂 让人们在这里能够学会 首先学会享用自由 了解自由的边界 体会自由的这个好处 那么其次呢 这个地方自治也是共和精神的源泉 要让民众关心公共事务 参与公共事务 做一个积极的公民 而不是做一个消极的臣民 那么就是要实行地方自治 让他热爱自己的地方 热心于公共事业 热心于参与这个地方的公共事务 具有公民精神 而不是关心我们来 只关心自己的私人事务 只关心自己门头挣钱啊 或者是这个 满足个人的偏好 而对这个地方 乡镇 县市 对他的公共事务 漠不关心 漠不关心 因为在事情大一同和中央 积选的这些地方 所有决定都来自于中央 都来自于那个 所谓的最高权力中心 地方民众没有参与的机会 没有参与的机会 所以他们慢慢的就丧失了这种公共精神 被脱口就发现在法国打革命之前 所有权力都集中在巴黎 外地都萎缩了 巴黎像一个动物的脑袋一样变得非常的 地方各个省都萎缩了 因为所有的营养都跑到了首都都跑到了巴黎 地方人都没有营养 都死掉了 都死掉了 那么地方自治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缓和多数暴政 刚才我们强调 我建立一个自会 要建立一个共和国 自会要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可以起到减轻 或者缓和多数暴政的作用 如果是在全国一盘起的话 多数暴政就很容易形成 在一个中央居想国家 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因为这种地方缺乏多样性 缺乏多样性 缺乏这种利益的分化 多元化 那么很容易形成多数 欺压少数这样的一种局面 但是在一个联邦共和国里边 在一个联邦共和国里边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目标 所以就全国范围内利益太多样化了 要想形成多数 欺压少数 为了不正当的目的 压迫少数 变得非常困 变得非常困 只有那些真正能够把人们都联合在一起的那种 共同的关心 共同的关怀 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多数 否则的话是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就是多数暴政在这样一个联邦共和国 在这样一个高度 实际高度地方机制的这种社会里 是很难形成的 是很难形成的 还有 比地方自治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出口选择的计划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们可以用脚投票 假如这个地方你不满意了 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的 制度 它的法律 它的政策都不一样 在美国很多很多的人 比如说这个州 征的税多 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差 那么人们就会搬家 就会到另外一个州里去生活 到一个征的税少 公共服务也比较好的地方去 就他可以用脚投票 我可以走人 当你在一个中央基权 或者大一统的国家 你走哪里去 没地方可走 因为所有地方 它的政策 它的法律 它的制度都是一样的 你没有这种出口选择的机会 你没有这种用脚投票的机会 当然除非你去另外一个国家 你移民 对吧 但你在一个国内 你没有这种出口选择的机会 或者在一个联邦制国家 即使在国内 你也拥有这种出口选择的机会 你可以到另外一个州去生活 如果你不满意这里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我们可以看得出这种地方自治 它的好处 它的优势 那么在一个单一制 或者中央集权的国家 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你没有这种地方自治 这些优势 可以说不能够 这个缺乏这些优势 缺乏这些优势 你要实行自由 你要确保民众的自由 让他们有训练自由的机会 能学会享用自由 让他们具有共和的精神 让多数暴政能对于缓和 得于减轻 让人们有用脚投票的机会 等等 这一切在一个单一制国家 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 所以这种单一制国家 更容易走向专制 更不利于对自由的保障 所以一个大一统的社会 天然的对自由是不利的 天然的对自由是不利的 这种大一统的国家 经常号称这个 这个什么人多力量大 是吧 集中力量办大事 经常是办大坏事 经常结果是灾难性的 结果是灾难性的 那国若干年 那有一切都有归零了 一切都有从临开始 一切都从临开始 很难有积累 很难有积累 它是一个联邦制 一个联邦共和国 拥有它这种独特的优势 对自由的保障来说 对自由的保障来说 当然有很多的人 这个长期生活在大一统国家 他们对联邦制 有很多的担忧 他们尤其担忧说 联邦制会不会打使国家分裂 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一个看法 我们看看那些实行联邦制的国家 其实都没有分裂的倾向 和单一制国家 和很多中央基础国家相比的话 可能原来没有这种 中央基础和单一制的国家 这种分裂倾向要演的 我们看到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 瑞士 德国 印度等等 英国 是吧 这些地方你很少看到分裂主义的势力 像你在那些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 人们往往 一些地方 想要分裂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在联邦制国家 你尊重了每一个地方的这个自治权 他没有分裂的动力 他自治的权力已经得到了尊重 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何必还要分裂 你分裂要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你要有军事的实力来保障 保障自己的安全 这对于很多地方来说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没有动力 要分裂 相反你如果天天控制着每个地方 不允许他自治 不允许他自己管理自己的话 那么他们的分裂倾向反而会很重 因为我这为什么要跟你带在一起 你不让我自治 我这各方面都跟你不一样 你凭什么要控制着我 使用这种整齐化 也就是整齐化 本身就是专制 本身就是专制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联邦制国家 法尔市这种相细力 都是最强的国家 单一制国家 中央吉祥国家 很多恰恰相反 特别是在这种地方 差异比较大的 这种大国 更是如此 如果这种 地方的自治权 得不到尊重的话 他们很难心服口服 即使你在军事上武威上 你强大力控制他们 那这些东西都是都不能 是吧 不能让他们心服口服 这种分裂的倾向都没有办法 内在的被消灭 没办法没内在的消灭 是最强的 这也很有意思 他正好就是这种中央集权的悖论 你越是中央集权的那么地方 越倾向于保护他的利益 因为你不让他自己保护 那么他就必须再跟你干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你在联邦制国家 你反而很少看到地方保护 因为没有必要 你该保护的 你已经得到保护了 你都在你自治权范围内 你还有什么保护的 对不对 你没有这种动力 要地方保护主义 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 往往是说 我误一为这种地方保护主义 是因为什么地方权力太大了 其实是相反 太大了 他要保护 还有地方保护 这干什么 他本来就可以保护 可以光明正大的保护 可以利用法律的手段 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是因为他保护不了 因为他没有正当合法的这种手段 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才有地方保护主义 这正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贝勒 他本身是中央集权的一个结果 你还要加钱控制 你加钱控制 地方保护主义 这个势力会更前 虽然表面上不一定流露出来 但是 但实际上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 这种潜流 这种二流 始终都存在 甚至是在加钱 约是高度的中央集权 约是不允许地方有自治的权 那么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就会越严重 就会越厉害 就会越厉害 这一点都不奇怪 那么美国国父们可以说 深知这种中央集权 或者是单一制大一统的这个必定 所以他们才处心积虑的建立了一个联邦共和国 一个符合共和国 一个符合共和国 一个扩展了的共和国 他们所想要的是通过这样的一种 地方自治 通过这样的一种联邦共和 让他们从大英帝国争取来的自由 得到更加可靠的保证 得到更加可靠的保证 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 那这可以说 这是美国宪政的这个核心 因为他们立宪的出发力 这是联邦党人文集的核心 这是联邦党人文集的核心 那么这个 这个无论是美国宪法 还是这个联邦党人文集 可以说他们都是为热爱自由的人 所设计 所创造 做构想 做构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 只要我们还热爱自由 我们就应该 阅读联邦党人文集 了解美国宪法 了解美国宪法 因为毕竟它是过去200多年 成功的一个范例 你不必学它的那些细节 但是你要学习它的原理 学习它的原则 就掌握了它这种原理 掌握了建立一个自由正体的 这个基本原则 基本原理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建立一个自由社会 否则的话 即使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其实在过去150年中 我们有好多的这种机会 但是没有一次抓住 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还不了解 如何构建一个自由正体 如何构建一个自由社会 我们对这种自由正体的理论 和实践经验掌握不足 掌握不足 或者缺乏了解 缺乏掌握 可以看民国时代 很多人也流洋啊什么的 但他们其实没有认真的去 研究美国宪法 没有认真去研究联邦党人物 你为什么他们建立一个自由社会 凭什么 他们靠什么样的东西 捍卫了他们的自由 他们凭什么东西 建立了一个自由 强大繁荣的共和国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迫切 需要我们去了解 去学习 所以在我看来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 认真认认真 认认真正的读一些 联邦党人文集 如果你想就捷径的话呢 至少你读一读的 用野心对抗野心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提出来 好 谢谢 谢谢这个王建坚老师 这个 讲得很精彩 一直在听啊 我对今天的讲座没 没问题 但是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 书里面的问题 我自己 这两天在看书 你这个前言里面的第二页 第二页下面朱姐 说那个 说那个几个人 联邦党 联邦主义者 这几个人 这是买迪逊 约翰杰宜 这 呃呃 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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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写这个文集的时候 写的几十篇文章的时候 用了个共同的笔名叫 普普利乌斯 普普利乌斯是罗马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 这这课件就是这些人心目中的学习的 学习的源头是 一个一个重要源头是古罗马的发力 古罗马发 但是但是你这个后继里面特别强调这个所谓的所谓的这个犹太基督教传统 我翻到对于古罗马发的传统 哎 几乎没提 我觉得我我我个人我个人一直觉得这个这个从发发的制度传统来说 这个现在的美国还是还是从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民族宪民族共和发力里面集成的更多一点 他更有制度性 宗教其实是没制度性的 这个基督教 犹太教 犹太教本身也没有做制度性 是是是基督教流亡到了古罗马 他学会了古罗马的一些制度 还有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说这个美国是成功了 然后摩西哥一致美国宪法失败了 这个失败失败的原因 你说托格维尔说了是没有宗教传统 这个这个东西好像 这个摩西哥不就是西班牙这些这些国家的天主教传统吗 天主教传统不就在这个犹太基督教传统之中吗 这个这个说法好像是不对的 另外还有另外还有这个后继的后继的第一段 说这个清教徒清清教徒这个漂洋过海到新大陆 到新大陆就新是北美洲新英格兰这些地方 建一个山点之城 实际上这个山点之城看看历史就知道 他们新墓的山点之城是一个争教合一的一个 争教合一的一个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争教合一显然是失败了 他他真正后来实现的美国的宪政不是争教合一 而是争教分立 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他的山点之城是失败了 或者说是进步了 是超越了超越了山点之城 超越了所谓的犹太基督教传统 他有了今天的美国的政教分立和美国现在的宪政文明 或者宪政共和文明 因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基督教 强调这个犹太犹太基督教传统 我觉得作为一个宪政学的更重要的是要有操作性的东西 宗教是宗教的操作性 一操作就是就是就是发动战争 就是就是就是极端 就是煽情 这个东西与宪政与宪政还是远了一点 我觉得宪政尤其是中国的宪政 中国的宪政要做的话 不是去学基督教 就是就是就是川普先生说的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就是就是从理性的层面 从可操作的层面 从制度结构的层面去去去入手就可以了 我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宪政学者 现在好多人都非要去强调那个宗教的东西 我想请这个王建勋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谢谢宗教的提出几个问题啊 非常好的问题 每一个都可以长篇大论 每一个都可以讲一晚上 简单的说 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罗马 古罗马对这个美国的影响 对美国这个建国立宪的影响 当然毫无疑问影响是非常大 因为他们特别是要建立一个共和国 因为共和最早的传统要从罗马那里去寻找 去古罗马那里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美国人主要是受这个罗马传统的影响 我觉得更直接的影响其实还是从英国 最大的影响还是来自于英国的这个影响 比如说他们他们践行的是实行的是普通法 不是罗马法 不是罗马法 他们要的是罗马的这种共和 就是说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共和 建立一个缓和政体 更准确的说 一个缓和政体就是贵族 这个平民 还有这个君主三者 都能够体现在这个制度安排里面去 这样的一个政体可以说是他们 从古罗马那里这个借鉴过来的 但是其实英国历史上早就实行这种混和政体 早就实行混和政体 更直接的影响可以说更多的是来自于英国 虽然他们是从英国独立 但是他们并不是和英国的政治 和英国的这个这个 这个政治观念 分离 所以英国 美国这种革命它很保守 比如它没有宣布废除英国的法律 普通法不像中国是吧 49年之后废除国民党立法全书 我能就无法无天了 什么也不要了 这个激进的革命 美国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革命 它仅仅其实不满的就是这个 打赢帝国 议会里没有他们的代表 所以从这个追求共和的精神来讲 他们当然是受罗马的影响很大 或者是他们回到罗马去 因为他们不想要一个君主国 英国这一点上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 虽然英国已经其实是个 是个虚军共和了 后来都 但是他们仍然不想要一个国 他们想要一个共和政体 不想要一个君主政体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看起来他们受罗马的影响很大 当然从思想源头上讲 受罗马的影响很大 这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他们就没有去 去这个什么 效仿罗马法 其实对罗马法学习最积极的法 是大陆法西那些国家 法西是欧洲大陆那些国家 法国啊 德国啊 后来这个罗马法 被复兴之后啊 被重新这个权势之后 这些国家最喜欢这个罗马法 搞法典化 搞大一统 这对大一统比较有利的 这种法典化 整齐化一 理性智商 体系庞大 无所不包 但是英美这种经验主义 他们很难接受这样的东西 很难接受这样的东西 这是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简单说这么多 要说罗马对于美国这个 立国的影响 可以讲很多 第二个问题就是 提到 墨西哥 墨西哥为什么失败了 学习美国宪法 是吧 我没有说 它是因为它的宗教 我说因为它的民情 托克尔的 托克尔的这个话讲 就是那里没有美国的民情 当然即使从宗教方面讲 它也是有差别 它不是 美国是个新教国 那里主要 特别是早期的时候 它是清教徒 清教徒 墨西哥这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国家 大家也可以看看 整个南美洲怎么样 就是南北美的这种差别 南美洲主要是葡萄牙 和西班牙的殖民地 北美洲是英国的殖民地 它们几乎同时被殖民的 几百年之后 它们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北美是美国和加拿大 两个自由繁荣强大的国家 南部 几乎没有一个自由的社会 几乎没有一个自由的社会 虽然有的国家有选举 但是 那不是一个自由社会 非洲很多国家也都有选举 北朝鲜还有选举呢 那对自由没有保障 没有确立一个 没有确立宪政法制 所以墨西哥的这个失败 当然除了这种宗教的差别之外 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这个差别 英国的殖民地 我们对比和西班牙的这个殖民地的话 有很大的这个区步 很大的这个不同 英国人到哪里去 就会把他的普通法带到哪里 就会把他司法独立的带到哪里 就把他的法治带到哪里 西班牙好 西班牙到哪里都搞那里 搞中央集权 对私有财产不尊重 没有司法独立 没有法治 所以这些也都构成墨西哥 这个民情的一部分 所以他的这种失败 别人到哪里很缺乏 这种地方自治的精神 缺乏托口尔所讲的这种 乡镇自治 缺乏乡镇自治 也就是他的 其实他的民情和美国存在差别太大 以至于他抄了这个宪法之后 也没用 其实你可以使用到中国 中国如果明天 假如说当权者统一 把美国宪法抄到中国来 他同样在中国 没有办法落实 没有落实是因为 那个制度不好吗 不是 而是因为中国 没有这样的土壤 没有这样的民情 没有这样的民情 大家估计会为争当总统 会打得一塌糊涂 是吧 你说我选举欺诈 我说你欺诈 大家都不承认 选举的结果 也不会这个 支持这个司法独立 对吧 就像干预司法呢 所以正是这种民情的这种差别 不围堵宗教 宗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不围堵宗教 导致这种这个 墨西哥抄美国的宪法 而最终失败 而最终失败 那么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说为什么强调这个 优太基督教传统 对于这个美国宪政的这种重要性 我觉得 可能我还是 还从这个托柯尔的 这个分析 分析框架 从托柯尔的一个分析思路上来 来谈这个问题 托柯尔又发现三个因素 对于美国的民主 就是 起着 伪系美国民主的作用 一个是自然条件 一个是 法律制度 一个是民情 在他看来 一个比一个重要 自然条件重要 但是法律制度更重要 他最重要的是民情 没有民情的话 那套法律制度 没法发挥作用 人们不会遵守的 因为这 你有一套好的法治 你这套法 法律制度设计很好 要想被实行 要想得到遵守的话 你得有先硬的土壤 人们比如 有法治的观念 守法的精神 这种东西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说你制定一个制度 人们天然就 就遵守了 就守法了 比如一开始 这个 美国没有这个 司法审查 没有违审查 是吧 也没有写在宪法上 经过这个判例 慢慢发展出来 人们认为这个司法机关 应该有这样的 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即使没有马布里素 麦迪逊案 人们也相信 一定会有另外一个案件 让这个司法审查 让违审查 能确理一下 不是因为他写在了宪法 他没有写在宪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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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说这个总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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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任的问题 总统连任一开始 宪法里没有 但是华盛顿 当了两届之后 自动就不再精选了 那么后来的总统 也都是如此 一直到罗斯福的时候 一直到罗斯福的时候 那总统都自觉的 一直连任一次 就不再 不再 这个 这个 参选总统 这就是一个 民情 你可以说 这是一个惯例 大家 对这个权利 这个形式 要皆知 这个东西 就是民情在起作 就民情在起作 而不是他的法律制度 他没有写在法律 当然到罗斯福之后 我们发现还是要 还是要写到宪法里边 因为毕竟有人 也会干坏事 或者毕竟有人 会打破船灯 破坏这个船 破坏这个船 那么要强调 这个优太基督教的重要 是因为他对西方 我命的方方面面 所以都产生了影响 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影响了人们的人静观 这是这种分权制衡 也受了他的影响 也受了他的影响 比如说联邦制 联邦主义这种观念 他其实就是 就来自于基督教当中的 这种联盟神学 联邦神学的这个传统 来自于他的圣约传统 他就相信上帝和人之间 人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伙伴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就根据这样的一个传统 构建人人之间的共同体 共同体 共同体之间都是平等的 最后构成更大的一个共同体 才有所谓的联邦 才有所谓的联邦 就这些东西 它是由它的源头 它的源头 你可以追溯到 犹太基督教传统里面 它不是凭空来的 它不是凭空来的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 这个这种宪政的元素 你其实都可以追溯到那边去 都可以追溯到 你王在法下的这种观念 法治的这种观念 同样都受 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影响 中世纪的时候 当国王想要为所欲为的时候 他得要受到这个 受到这个教会的这种抗衡 国王跪居万众之上 但是不得不受至于上帝和法律 可以就是说 这种犹太基督教的这个 这个这个 它的传统 它的观念 影响了这个 对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 法律制度 产生了 可以说是 至关重要的影响 比如法庭上这种 这个作证的时候 要发誓 我向上帝发誓 我没有道歉 没有抢劫 这种誓言 这种誓言 为什么要对上帝发誓 你怎么不对 一头猪发誓 你对一头猪发誓 我对一个房子发誓 对一头牛发誓 我没有道歉 没有抢劫 那没有枪威性 没有神圣性 即使这些无神论国家 你会发现也很奇怪 在中国你会看到 很多地方写着牌子 什么卫兵 神圣不可侵犯 你不信神 神圣不可侵犯 他也知道 加上神圣这些东西之后 很庄严 很肃穆 是绝对不能违反 绝对不能违反 他也知道 社会这个公共参业 神圣不可侵犯 干嘛你要神圣啊 你不是不相信什么 你也不信 哪有神圣可言 是不是 他就你 他知道 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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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 信仰给人的这种 对人行为的这种约束 对 对 人的行为的这种约束 所以他是至关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托克尔反复的强调 说这个 这个 基督教的这种传统 对于塑造美国的民主和自由 可以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他 这种 这种宗教 托克尔说 宗教虽然不是美国的政治 他必须被视为首要的政治 他和政治密不可分 他和政治密不可分 他和人的德行 他和一个有有有有德行的这样的社会 密不可分 华盛顿亚当斯啊都反复强调这个 但至于这个政教分离的问题 美国确实他不是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三天之城也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理解 三天之城意思是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他因此带着特殊的使命而建立一个成 建立一个成 他们只是说 这宗教在这个 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 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今天人们经常把这个美国 这个特别第一修正案理解成是他确立了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 离开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解读和翻译 不是政教分离 而是政教分离 也是战利的这个利 就像三权分离一样 因为英文当中用的词都是separation 三权分离用的是separation of powers 政教分离英文用的是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诸位啊 这政教分离这个翻译是一个非常非常误导人的 他不是政教 不是政治和宗教分离 而是教会和国家分离 教会和政府分离 教会和国家不能是一体化的 不能是一体化的 并不是说政治和宗教之间应该没有关联 如果那样的话 美国的总统就职的时候就不会手按圣经 美国的钱币上 美元上也不会都印着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任上帝 还有很多很多的宗教活动 总统周末举办这个什么祈祷啊 还有全国祈祷日啊等等 他们都不会有这些活动 宗教和政治不可能分离 而是教会和政府分离 比如说在教会里当然神职人员 你不能同时当然政府官员 这个教会的财产不能和公共和政府的财产 宏我一体 宏我一体 是吧 是政教分离 或者叫教会和政府分离 是分开的两个组织 两个机构 而不是政治 而不是politics和religion分开 没有这样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翻译 或者一个表达 让人们误以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怎么可能没有关联 美国的国父没有大量的论述 政治和宗教密不可分的 这种一些 在他们看来政治离不开 如果离开宗教的话 政治的这种 这种美德 政治的正当性都将丧失 其实是无论托克威尔还是伯克 都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人是天生的宗教中 无神论是一种傲然 无神论是不正常的 在他们看来 是一种异常 他们说有神论 人都是有信仰 中国你去某个什么寺庙里那些 头上三尺有神明 他们也相信 尽管他们的神 可能跟犹太基督教 传统当中的神会上帝不一样 但他们也相信 这种超厌的存在 这种超厌的存在 这种超厌的力量 托克威尔说这种 这种这个 无神论 在这个人类社会当中 是一种反常 在很多无神论的地方呢 其实是认为那里 没有宗教自由 人不可以自由的信仰 所以那里被这种信仰受到了一致 假如有宗教自由的话 注意啊 宗教自由 不仅包括信仰宗教的自由 而且包括参与宗教活动 成立宗教组织 拥有宗教财产等等 这些自由 我们通常理解的宗教自由 特别狭隘特别狭隘 我以为你可以信或者不信 不只是如此 因为信和不信爱 具备很多其他的这个条件 因为你可不可以成立自己的教会 可以不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教堂 可以不可以有自己的宗教活动 这些东西 都是宗教自由必不可少的这个部分 我相信在这种 这个宗教自由得到保障的地方 人们会倾向于信仰上帝信仰宗教 信仰超越的存在 而不是这个无神论者 而不是无神论者 当然至于这个 这个忧太基督教传统对整个西方文明 对于西方这个宪政民主的影响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 不是三言零也在这里 能够能够讲清楚的 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 再分享这样的 这样的话题 暂时说这么多 好 谢谢 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准确说一点 好像你有些会不会 这个温斯罗普 温斯罗普当初 当初在新格兰 他他自己传教的时候 就是要建一个教权与政权合体的 所谓政教合体 你说的对 不是不是不是宗教和和政治分离 是教权和政权分离 这个没没没问题 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那个温斯罗普这些人 坐着船到马赛 马赛祖赛湾的时候 他确实是这样传教 他就是想要 搞一个教权与政权合体的一个 一个 一个所谓的三点之城 这样一个三点之城 从几年后 明显就失败了 那翻到是罗德岛 罗德岛那些地方 就是罗德岛那些地方 那个 这个这个不强调这个教权和政权 就强调教权和政权分离的地方 反正很贫瘠的地方 很小的地方 成了成了很很受欢迎的地方 我说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这个宗教自由 我觉得他有信仰自由 有不信仰自由 有信仰这个宗教自由 有不信仰这个宗教的自由 这个东西必须必须要 现代人应该这样说了 你不管他是谁说的 不用搬那么多大碗 什么什么多个威尔什么的 不用搞那些东西 基本人性就可以判断 其实就是说 包括这个资质的传统 资质的传统 不是说有基督教才有资质的传统 这个古希腊古罗马的民族共和 就是城邦 城邦资质的一个结果 这个城邦资质是 古希腊古罗马都有的东西 而且这个宗教信仰 也不是从基督教 犹太教开始的 基督教犹太教 之前也是有宗教信仰 这是多神教的信仰 另外有些东西就不要扯 那个什么中国是五神论国家 那个就是说 这个党这样说的 这个党这样说也不是事实 要不然怎么会有 伊斯兰教协会 有道教协会 有佛教协会 说中国你说 它是个专制社会 还是共共党 一党专制社会 怎么着的说 你不能说 它是五神论国家 还有五神论社会 谈不到 谈不到 尤其四九年以前 哪个村里没有几个秒的 怎么中国就称了 五神论国家 这个东西 好的东西要明确 不能光充分 就是什么东西都归到 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 这个是不对的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个 就是就是新教 新教之所以 新教之所以文明 就是因为它 它就是一个基督教里面的一端 它在基督教里面 最最追求这个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 是不是 清教徒之所以到美国来 不就是受到了那个 英国国教 英国的新教的迫害 他才到美国来了嘛 所以所以对于宗教的东西 宗教和自由相比 自由的精神 比宗教信仰要更重要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意义 就是这个宗教 宗教就是一个 就是就是 宗教这个东西 不是多么新鲜的东西 从人类开始就有宗教 但是并不等于说人类 永远就是说人类再有一千年 再有一万年 还有宗教 这个东西都要打个旺 所有所有武神论者 所有武神论者 或者说是 你看美国的 或者说是自然神论者 他都是对于基督教的一个超越 不是对于基督教的一个 退步 我觉得 有些可以保守 有些东西不一定就保守 就是就是那么好 他有那个对于古希腊的民族和 基督教的一个对比 古希腊 古希腊就是 所谓的 所谓的 多少人的暴力 也就是一个 苏格拉底嘛 那你这个 你这个耶稣 耶稣被钉上 施子架又是什么 又是什么 什么原因呢 他不就是说你 你这个基督教本身是有野蛮的东西 或者说你犹太教当初 他也是有反人性的 有野蛮的东西 而且尤其是你那个 关于中世纪的编户那一讲 我以前认真听过 中世纪那些称邦之治 那些封建 那些多中心 不是因为基督教 不是因为基督教 不是因为有罗马教皇才有的 是没有基督教 没有罗马教皇之前 他一定存在了 这个罗马帝国之前 他是民族共和 罗马帝国 这是这是罗马国家 从从民族走上了一个帝国专制的一个一个过程 帝国专制 罗马帝国不代表罗马 罗马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 城邦之治的文明历史 就是好多东西 好多东西 它是一个多元的 你在讲那个美国宪法 它就是个多中心的 它是个立体的 它是纵向和横向的 它是个复杂的东西 这个复杂的东西最后归接到一个点线 归接到一个犹太基督教传统 我觉得这番道是对于你介绍的美国宪法的一个一个简单话 我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就是所有文明的东西 它都是多元的 它有张力的 你不能归接到一点 归接到一线 它是有框架谱系的 它是立体全方 这个东西淘了现在很复杂 很复杂 我这是给你提个建议 谢谢这个邀请进一步的这个讨论 确实这些问题不是三言良意 能说清楚 再稍微说几句这个 首先你说这文斯洛普刚到那里之后 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这个国家 后来失败了 我觉得很难统一这个说法 当然罗德导是因为这些人 是吧 Roger Williams 他们不愿意跟这个 跟这个马萨诸塞殖民地这些人 待在一块 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宗教上的这个 这个这个看法 或者是分歧 出走罗德导 也不能说马萨诸塞从此 马萨诸塞没有失败 那里没有变成荒漠 那么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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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殖民地呢 在在这个挺长的历史上 确实他们有点这种 就政教合一这种倾向 其实殖民地一直到到美国独立的时候 一直到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 其实还有13个殖民地 13个州里边 还有若干个州 一半以上的州 其实都有自己的这个这个国教的 当然叫州教 State 是吧 它其实是政教合一的 其实在新宪法之后 那么这州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政教合一的这些州才 才慢慢改变了 而且有的州 可能改变得很晚 19世纪才改变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你也可以说他们曾经 这殖民地实在实行了很长时间的政教合一 很长时间的这个政教合一 你不能说 不能说的失败 如果失败了的话 怎么还有一半以上的殖民地 在在1787年的时候 还有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国教呢 是吧 甚至咱们从头上讲 今天也可以说英国还有国教呢 英国这个 这个女王还是最高宗教领袖 这不也是政教合一 但是政治和宗教没有完全分离 没有完全分离 没有完全分离 但是政治和宗教这个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欧洲的历史上 这是非常的复杂 老兄还提到说这个 我说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 我说中国无神论国家 当然一方面说的是官方的一个定位 那如果 撇开官方这个定位 另外一方面 中国大部分老百姓 也声称自己不信神 是无神论者 我就从这一点上讲 说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 也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当然中国有什么 这个三自教会啊 什么都有 是吧 这个也有很多基督徒 有很多基督徒 但是 中国无论如何 这个中国的大多数人 都会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 的信神 从这个意上讲 我说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 恐怕也是没有争议 恐怕也是没有争议 那么另外一点 老兄说我 最后把 这个美国宪政归结为一点 犹太基督教传统 我觉得这个是误解 它是 犹太基督教传统 当然是它的 重要的源头之一 就像古罗马也是它的源头 普通法也是它的源头之一 犹太基督教传统 那我的一个看法就是 它对于美国的宪政来说 它是一个 必要条件 而不是一个成分条件 它是诸多元素当中的重要 这个一个 我没有说它是唯一的一个 我没有说其他的元素不重要 或者说这个 世俗的那些元素不重要 当然也很重要 我在后期当中 前调这一点 只是从美国这个 立国的源头上 从这个殖民地的源头上 殖民地确实是这些 清教徒所建的 他们确实非常浅诚的 这个浅诚的宗教精神 他们是为了荣耀上帝 这个为了一个特殊的使命 而去建立 不仅文斯洛夫 你看五月花号公 也在看其他 当时的殖民地 成百上千个那种 那种这个宪法性的文件 其实都 几乎五一例外 都提到这个 这个宗教 对他们来说 宗教的重要性 基督教的重要性 对他们去开拓殖民地 我觉得这一点 是不是很难去 否认 很难去否认 其实一直到 二十世纪之前 在美国 没有多少人会否认 他们是个基督教国家 只是随着这种 无神论 理性至上主义 是不是 什么科学主义 实证主义 这些思潮的兴起 才有人的质疑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其实我去翻译 二十世纪之前的 这些 这些这个 文献的话 这一点 无论美国左派 还是右派 都没有意义的 他们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 基督教国家 其实在很多宪法 最高法院的判决当中 都这么说 总比说 对于那些美国国父们 总比说 对于那些美国国父们 我觉得 包括 我引用投客 引用博客 我觉得我们不能 无视这些人的 这个 看法 这些人 他们做出那样的 一些判断 是值得 我们去深思的 我们不能显荡人 好吧 今天都到这里 好 谢谢 一下就行 谢谢各位 相信一些问题 大家会有分歧 分歧可能会长期存在 所以有机会 我们再 我们再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